你知道,其實有很多科學研究已經證實了靈魂的存在嗎? 如果你知道了靈魂的真相,也許對你的人生會有意想不到的開展喔! 嗨,我是Yoko 我是一位陶牌占卜師、金錢靈氣療癒師以及量子冷淚圖的解圖師 同時是一位藥草女巫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的是靈魂 我覺得在我的影片裡面其實常常講到靈魂兩個字 但事實上我都沒有很深入的探討 當然我首先要跟大家講的 關於這個影片表題告訴大家的 事實上就是已經有非常多的科學證實 告訴我們事實上靈魂是存在的 那當然因為用科學證實研究的方式 從很多角度來去看 依然還是會有研究不同領域的人 會來去想要去推翻說 靈魂事實上不存在的 事實上有太多的研究在去爭論這一點 但是就我看過的很多書籍 以及有非常多的研究指出 事實上靈魂這件事情 是大部分人公認想要相信的事實 那就表示靈魂這件事情是受到大家所質疑 而且並且想去探究的 那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比較特別的是 我是從學習神秘學啊 塔羅牌啊 占星等等的東西 乃至於借出阿卡西紀錄 然後我從這些工具當中 去得到一些靈魂存在的事實 我才反推來去思考說 那我要怎麼去說服大家 事實上靈魂存在 事實上有前世這件事情 所以我開始去找一些相關的書籍 科學的證實 來去佐證事實上從科學 從大家腦袋裡面想的落地的方式 來去證明靈魂的存在 那我剛剛講到 開阿卡西紀錄的經歷 事實上就是關於前世嘛 那大家相信有前世嗎? 如果相信有前世 是不是就代表了 我們的靈魂是經過累生累世的轉化 我們會投身到不同的肉體 經歷不同的人生 有一位研究者名為Jim Tark 他之前寫過一本書叫做 如果你的小孩想起前世 就匯集了很多他去研究 有小孩記得他過去的前世住在哪裡 並且用臉孔辨識 來去比對他這一次的長相 跟前一次的長相 是相當的相似的 甚至是還有其他著作 就是經過其他的研究方法 來去證實 就是孩子記得的那個前世 都是真實存在的 那還有關於大家會很好奇的 比如說死後的事件 就是如果我們這一次結束之後 我們的肉體消亡 那我們的靈魂要歸於何處 在Alex Ander醫師的著作 《面倒天堂的記憶》這本書 就有提到他在腦部中毒昏迷的期間 去過死後世界這段經歷的紀錄 同時也會證明了 很多醫師說 在人短暫死亡的過程中看到的那些東西 事實上是大腦想像 類似於夢境的東西 但是在這位亞利桑大醫師的經歷過程 他事實上是在大腦中毒 無法運作的狀態下看到這些東西 那他就是透過他的靈魂 看到了那些死後世界的畫面 甚至Dr.Michael Newton 他的書籍也有講到了 他透過催眠的方式 來去理解每個人的前世 並且匯集成了一本書 有這麼多人在研究 關於靈魂存在的真相 以及死後世界到底是長的什麼樣 事實上我們不單單是 只能透過宗教 來去理解輪迴轉世啊 前世今生啊 業力等等的議題 事實上科學 已經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多的證據 甚至是事實 來去佐證靈魂的存在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 那我們為什麼要知道 靈魂的存在這件事的事實呢? 我覺得大家在降生到這個世界 乃至於降生到這個肉體的時候 在你逐漸長大開悟之後 一定會有個疑問 就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是要幹嘛? 就是我到底要做什麼?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肉體? 為什麼會有這個意識? 會有這個疑問對吧? 然後你會想說 那我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我要為自己做什麼? 常常會有這些疑問 甚至是你會發現 當你找不到你自己 活著存在的意義的時候 會感到相當的無力 不舒服 然後甚至是活不下去 但如果當你知道 你的靈魂是累生累世 在每一世之前 你也許也選擇過 你也許也想過 你降生到這個肉體之後 你要做什麼? 要經歷什麼的話 那是不是 你會對現在 你所遭遇的一切 你認為的 在這個地球上的現實 你會更容易能接受呢? 因為你會發現 你的肉體只是一時的 但靈魂卻是永生的 相對來說 你會更能夠去接受 我在這個肉體的時候 我會盡我所能 做到所有我想能做的事 因為每一世 你經歷的故事都不同 那理所當然 你應該要把握時間 在你當這個人的時候 好好去發揮所長 付出你所能提供的價值 那其實我剛剛列出來一系列的書單 都是來自於我看過 《覺醒練習》這本書 也就是在《月月劇》 一開始看的第一本書 《月月劇》是一個我約定制的 靈性社團 就是寫助大家 透過看書的方式 我逐漸用我的角度 來去剖析這些書籍裡面的內容 讓大家用小白的方式 開始去理解 關於這個世界 還有你應該如何看待 你在這個世界遭遇的一些課題 我覺得這樣會是一個 大家可以互相討論有交流的空間 你也會覺得你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其實你是不孤單的 那《月劇》練習這本書 事實上有提出非常多的證據 不光是靈魂 還包含能量啊 我們所有的能量 其實大家都會聚在一起 然後還有什麼 你跟其他人是分離的個體 這些事情 其實在靈魂的時候 我們是同一的一個意識 事實上有非常多相關的科學證據 以及作者他自己的經歷 匯展在這本書裡面 但很可惜的是 這本書的實體書已經絕版了 他目前有COBO的電子版可以購買 我覺得這本書真的是開啟了 我對於靈性和科學液體的這件事情 又有一個新的想像 我很建議大家可以看看 那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看書太無聊 也可以加入《月月劇》 我之前已經看完了這本書 那大家在買書之後呢 也可以觀看之前我所有的重播 這樣你就會覺得 看這本書的時候 你比較不用這麼辛苦 或者是難以理解它裡面的一些措辭 那我今天之所以要告訴大家 關於靈魂的真相 以及靈魂是否存在的這些科學的證實 事實上我是想要逐步讓我的頻道 開始去告訴大家 有關於身心靈 其實更落地 更接地氣的 一些更白話文的解釋 因為我還蠻想聽到 《接觸身心靈》一開始的新手 會告訴我說 我覺得我是麻瓜 我可能感受不到 我可能不知道 然後我會用這樣的語言 來去告訴我說 他覺得他們可能不適合接觸 但事實上我認為是 所有人都可以接觸的 只是你自己相不相信 你能夠去理解這些東西 因此我覺得 未來我會透過我的頻道 用更白話 更落地的一些方式 來去告訴大家 這些可能是科學證實 或者是書籍 你可以透過哪些研究方式 來去讓大家更理解 這個世界的現實是什麼 那你理解了靈魂之後呢 你就能夠更理解 你在這一世遇到的一些課題 或者是你會有反應 會感到興奮的事情 事實上都是一些指標 比如說你不喜歡的事情 你不開心的事情 事實上你要遠離它 有些讓你開心興奮 想要做的事情 你應該更積極地朝向它 去逐步實踐 更忠於你內在想要做的事情 而那個內在 也許就是你的靈魂 指引你的道路 那大家可能悄悄地也有發現 我把頻道的名字 改成叫 Yoko 靈魂總督 事實上也是為了 因應這樣的一個轉變 以及未來我會出的各種的課程 那我的學院 也會從Yoko Taro 學院 改成靈魂總督學院 我覺得這會更符合 未來我想要教的各種各樣的課程 以及工作法 那大家也有發現 上週我有開始了一個 Operage Paypal 教練的報名 那這個其實也是為了 讓大家逐步去實踐 你想要的生活 比如說你想要跟我一樣 或者跟很多 個人創業的人一樣 希望找回自己的時間的掌控權 過自己的理想生活 朝向自己想要的方向邁進 那就用 Wordpress打造你的網站 那這個是相較之下 比較落地物質世界的一種 創業方式 找回你自己的方式 那我也有在實踐 開始做這個專案之後 我就開始發現 好像我原本舊有的名字 也不太能夠代表 未來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讓它逐步的轉型 所以未來大家也可以看到 更多類似於 今天影片這樣的內容 研究更多關於 身心靈啊 靈魂啊 甚至是神秘學塔羅牌 雷諾曼卡 這些東西其實我還是會持續做 事實上神秘學啊 宗教學 或者我們說神學 它跟科學其實不分家的 當我們研究到最後都會發現 它們都是共同的 甚至是剛剛往前面講 那些有科學證實 證明有前世 證明你的靈魂是累生累世 就是永生的這些事情 事實上在宗教早就告訴我們 那過往你只能從宗教 來去得到這些所謂的心靈慰藉 那如果你知道了 事實上宗教以外 科學、理性的方式 你也可以去證實這件事呢 那你是不是能夠更相信 你自己這一次所遇到的任何課題 也是你自己選擇 而且你是能夠克服跟解決的呢 這就是我想要 逐步把頻道轉型的初衷 也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 在你的人身上 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挑戰的人 希望你們都可以在這些困難挑戰中 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個人生的岔路 走出不一樣的人生 那最後 我就想要問問你囉 你相信有靈魂的存在嗎? 你認為 史後世界是長什麼樣呢? 對於以上問題 以及內容 任何想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分享喔 也可以看看 右方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我為什麼要做 月月去這樣一個靈性社群的初衷 其中講了蠻多我對於身心靈的見解 觀感 以及在這個 月定制的靈性社群當中 你可以獲得什麼 那我是Yoko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